好我们执政党看起来 这个一团和气感情好好 夫妻也一起当同事 一起当官对不对 史上首位检察官出身的 金管会政务副主委徐永青呢 突然是以这个生涯规划 请辞了 行政院昨天就宣布说呢 由央行业务局长 萧翠玲来接任她是谁呢 来看看她就是萧翠玲 萧翠玲的丈夫 大家一定认识 国安局长陈明通 好他们两个人呢 跟另外一对 深受蔡英文总统信任的 夫妻党政务官 就是这个顾力雄王美花呢 恰巧形成了这个 这个丈夫都长国安妻子 分管财经还有经济 一样的这个状况 萧翠玲担任央行业务局长 刚满一年 主管的是这个金融调节 还有金融机构流动性的查核 根据了解呢 这个央行官员转任金管会的 这个状况相当的罕见 政坛就戏称呢 这个顾力雄王美花啦 是当今政坛最具权力的官夫妻 好如今呢 陈明通 萧翠玲也一样引发了关注 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蔡英文总统的表姐 林美珠她的丈夫吴明洪呢 是接掌了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 这个当时蓝营就批评说 蔡政府是家天下 好这一次呢 萧翠玲她呢 是被任命为金管会的副主委 所以外界就质疑了 这是不是用人为亲呢 蓝营立委赖事保就说 可以看出啊 这个只要是蔡总统喜欢的人 她的家人也可以获得要职 家天下这样的文化呢 是令人相当的感慨 是令人相当的感慨